花莲市长薇嘉燕 日前在社劳客长肖子卫陪同之下 前往了国防礼还有国胜礼 启动社会安全网 关怀因为离病和因工受伤 导致生活经济陷困的两位民众 也致政急难纾困金 还有食物银行人的民生物资 期盼把温暖带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战渡难关 花莲市长薇嘉燕 日前在社劳客长肖子卫的陪同下 分别前往国防礼及国胜礼 关怀因离病及因工受伤 导致生活陷困的两位民众 因为他做的工作可能是比较 属于比较风险高的这个工作 他在送东西的 骑着摩托车在送东西 所以风险也比较高 这次又刚好女儿 在学校运动的时候 又被同学撞伤 所以这家可以说是非常辛苦 没有收入又两个受伤 在当地里长的通报之下 华联市公所立即启动社会安全网 除了自证疾难疏困金 及华联港务公司疾难救助金 也只是舍劳客提供食物银行的民生物资 那今天也接获到我们的里长跟里干事的一个通知 特别来发放慰问金 那也同时也获知 我们的个案的孩子也受伤 所以也在这边也特别的关心 那在这边也祝福他们早一点身体康复 那也要特别谢谢里长 那我想其实各社区 只要有任何需要关心的我们的个案 都可以通知我们的里干事里长 或是我们社劳客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协助 另外国防里也有民众因罹患疾病 无法正常返回职场 是在里长黄强及公所的协助之下 让他能暂时安心养病 市长威嘉宴也希望大众能给予他们多一些关怀 让这个社会持续以足温情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市报导